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粉蒸牛肉 这里是一块鲤鸡肉,大概是500克 直接切成厚一点的肉片就好 先泡去血水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些调料 豆瓣酱 两块豆腐乳 生姜泥 红糖 花椒粉 白胡椒粉 一点点五香粉 最后放入生抽和老抽 把它拌匀 牛肉的血水已经泡出来了 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 第一步 小苏打 它可以让牛肉蒸出来的非常软嫩 我们炒牛肉片的时候也会用小苏打 肉片炒出来会非常嫩 装匀 装匀之后再放入调料 腌制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来准备米粉 1-3杯大米 1-3杯糯米 八角 香叶 桂皮 和炖香 小火慢慢炒到米粒变黄 盛出来 放凉一点之后把香料调出来 炒熟的米放到搅脆机里 不要着急 打一下停一下 不然米粒一下子容易打得太细 打好的米粒是这个样子的 牛肉腌好了 分几次放入米粒 米粒 米粒粘到牛肉表面之后要加水 不然你没有足够的水分 米粒粘出来不会软糯 也是慢慢的加 表面看起来已经比较湿了。 最后封油,蒸出来的米粉肉的颜色会发亮。 装入碗中。 开水上锅蒸。 盖一个盘子。 小火蒸55分钟。 蒸好之后开锅。 粉状牛肉颜色鲜艳明亮。 米粒看起来也吸足了牛肉的味道。 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开吃了。 我自己会做一个蒜泥红油配着吃。 多一点蒜泥。 辣椒粉。 芝麻。 盐。 和一点花椒粉。 油烧热泼在上面。 最后加一点香油。 我做的比较多。 其实蘸粉蒸牛肉只会用到一点蒜油。 剩下的蒜油你拌面条,调凉菜都很好吃。 加起一块肉。 轻轻的蘸一点蒜油。 里面的牛肉非常软嫩。 配上软糯鲜香的米粉。 超级好吃。 非常满足。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我们下集再见。